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受灾民众主要安置在六个点 收容灾民总数超过2000人 受灾群众患感冒 腹泻 传染病 外伤及皮肤病病种较为普遍 我军医疗队军医感染呼吸副主任医师陈章说 医疗队此次太远 已经充分考虑热带地区洪涝灾害 疫发病种 目前已经抵达阿速坡的医疗队员 正是涵盖了上述专业的医疗专家 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能够做好受灾地区的防病治病工作 医疗防疫分队抵达阿速坡沙南赛县救灾指挥部受领任务 照知红社据了解 此次中方医疗队携带了三顶 正在伴向参加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练的医疗帐篷 高级动型急救车 卫生防疫车等装备 携带新型军医背囊 便携是B超机心电图以及急救药品 根据老方安排 解放军医疗队 将部署在沙南赛县医院 帮助老方医务人员开展诊疗工作 同时派出医疗和防疫小组 吩咐六个灾民安置点进行巡诊 防疫工作 目前 医疗队已投入工作 八人在沙南赛县医院开设门诊 检查室 对住院病人进行救治指导 十人分为三个巡诊组 在灾民安置点开展巡诊工作 三人防疫组对灾区进行卫生和流行病情况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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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